刚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 备受各国关注的跳水项目中 来自中国梦之队的玄红蝉 以无解的表现 获得了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以五次入水三次满分的动作 总分466.20的优异表现 打破了奥运会女子跳水单场 13年的奥运会记录 无论是空中转体 还是落水瞬间 都让东京奥运会上的眼瞎裁判们 彻底为之叹服 屏幕前的我国人民 看到如此完美的跳水动作后 也纷纷称全红蝉为子卫星下凡 中国跳水梦之队 也是终于实现了连续蝉联 奥运会金牌榜的目标 不得不说 全红蝉的成绩 的确让国内民众们大呼过瘾 就连中国的跳水皇后郭晶晶 都不禁对她称赞连连 而这个赛场光鲜亮丽的 14岁小巷背后 却藏着让人心痛的往事 全红蝉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她义无反顾 有了夺冠的壮举 2007年 全红蝉在广东湛江麻张镇的 一个医院出生了 她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 家里有五个孩子 父亲依靠着早出晚归的种地 养活了全红蝉兄弟姐妹五个 母亲靠着帮别人做针线活 挣得的一点点薪资 经历了缓解这个家庭的难处 但是在全红蝉十岁的那一年 家中的异常变故 让她人生有了很大转折 母亲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加上多次的勉强治疗 落入了顽疾 爷爷也因上了年纪 需要常年吃药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瞬间落入了低谷 年仅八岁 年纪轻轻的全红蝉 就这样在心里默默埋下了一枚 要出人头地的种子 她暗暗地告诉自己 一定要努力出人头地 多多挣钱来补贴自己贫困的家庭 为父母减轻负担 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 2014年 全红蝉碰到了那个 改变自己人生的教练 陈明华 全红蝉当时在操场上 跳着格格旗 因为优秀的弹跳力 被当时老练的跳水教练 陈明华一眼相冲了 身高仅仅1米25的全红蝉 却跳出了超出自己 身高50多厘米的成绩 陈明华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这个小女孩是个可造之才 最终在陈明华教练的指导下 小全红蝉开始了自己的跳水生涯 因为教练随口说的一句 只要拿到冠军 就有丰厚的奖金 全红蝉开始了自己 拼命的跳水之路 为了拿到冠军奖励的奖金 给妈妈治病 全红蝉按下决心 自己以后一定要拿个奖牌 在之后的训练中 因为入行晚的缘故 全红蝉比同在训练室的 所有人都要刻骨 因为她心里明白 如果自己不拼命训练 那个奖牌就永远不是自己的 给母亲治病 就成为了支持全红蝉最大的动力 从央视主持人对全红蝉的评价 8岁入跳水行业 13岁凭借着亲人的天赋 入选国家队 毫无世界大赛经验的全红蝉 在2020年刚开始 备战奥运会的选拔赛中 就以三次比赛 两次冠军 解调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对手 在这些评价中 就能看出来全红蝉的努力 要知道 中国跳水队 是中国体育项目最辉煌的项目 而年仅14岁的全红蝉 进入国家队 仅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在东京奥运会 女子十米跳台中 闻名中外 震惊世人 8月5号的跳水比赛中 5次入水 三次满分 全红蝉创造了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成绩 一举打破了 保持13年的奥运纪录 成功的将中国 真实入水 发挥到了极点 以碾压式的比分 领先了对手 拿到了那个 属于自己的金牌 这样的表现 可以说是出道级巅峰了 大家也都知道 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 日本裁判的眼瞎程度 甚至到了 是本国选手的失误 而不顾的地步了 失误照样有告分 我们国家的选手 完美完成动作 裁判要从鸡蛋里 挑骨头出来 就这样不公平的打分 让我们国家的民众 对此嗔恶痛绝 但是因为全红巅 无可挑剔的表现 让日本裁判 都感到绝望 不得不给全红巅 打满分 看到日本裁判 这一吃别的行为 国内的观众 也不由得大呼过瘾 身为裁判监督员的 跳水皇后 郭晶晶 都在看财下面 忍不住为全红巅欢呼 还在之后的采访上面说道 自己不如全红巅 不得不说 全红巅这样的表现 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小编打心眼里 为中国跳水队 有着全红巅这样的天才 而高兴 在之后的采访上 全红巅的一番 不符合自己年龄 以及成熟的话语 不禁让人为他感到心酸 记者问全红巅 夺冠的秘诀是什么 全红巅说 就是想赢得这个冠军 拿着奖金 为妈妈治病 给爷爷买药 减轻父亲身上的单子 而他这样真诚和成熟的回答 也是和他知能的外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感动了电视机前的所有人 当记者又问全红巅回去后 想怎样庆祝夺冠 全红巅的回答 让人满是心酸 回去吃点好吃的辣条就好了 自己的梦想就是开一个小卖部 那样就会有吃不完的零食了 好在全红巅的心愿终于达成 在采访播出后 8月6号 一车满载零食和辣条的大货车 从洛阳出发了 目标就是广东湛江麻张镇 全红巅的老家 这条辣条的老板还表示 自家的辣条对全红巅终身免费 并且自己愿意资助全红巅 开小卖铺 广东省著名的广州塔 还为全红巅亮了灯 以此来恭喜全红巅夺得冠军 不仅如此 镇江市卫健局局长 亲自前往医院 看望全红巅的爷爷和母亲 并且还把他们转移到了 环境更良好的病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还表示 医院将免费 为全红巅的家人治疗 请奥运小将全红巅 放心在国外比赛 国家和人民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全红巅背负着家庭的希望 参加奥运会 付出了比别人十倍的艰辛 才换来了今天的荣誉 而这颗东方的紫微星 正在冉冉升起 相信属于他的未来之路 想必会是一片光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看点 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